近几年,陈道明的作品越来越少,由此无数媒体说他如今风光已去,无戏可拍,但事实上说是无戏可拍,不如说无好戏可拍。 陈道明出道至今,无一部烂片,一旦出演,绝对精品,他评的不是运气,拼的是努力。 外界说他清高也渴,骂他傲气也罢,有违底线的事情就是饿死也不干,丰富自己,远比取悦他人要有意义得多。 1955年,陈道明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中医世家,父母一共养育了八个子女,陈道明是最小的那个,所以陈道明又叫小八。 父亲陈磊光是燕京大学高材生,毕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语,后任天津美国救济总署翻译,陈道明受父亲的影响,从儿时便就立志要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翻译官,外交官。 可意外总是不期而遇,陈道明高中时掀起了一股上山下乡的热潮。 为了留在城中继续完成梦想,陈道明被迫先从天津仁义里找了一份正经活,所以阴差阳错,16岁的陈道明开始了演艺之路。 在舞台上跑龙套,演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,成了他的家常便饭。 与现在许多急功近利的年轻人不同,跑了六七年龙套后,陈道明仍然觉得出名之日遥不可及,一心只想做好手上能有的活,能演好能演的角色。 1985年,33岁的他出演电视剧《末代皇帝溥一一卷》,为了完美的演艺角色,他用了四年的时间钻研剧本。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对着镜子,不停地揣摩人物的各种细微神态,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。 电视剧播出后,广受业界好评,陈道明成功拿下第七届中国电视精英奖,最佳男演员和第九届中国电视飞天奖,优秀男主角两大奖项。 1990年,著名作家钱中书先生的小说《围城》开拍,所有事宜准备差不多时,男主方红健的人选却迟迟没有烙定。 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此时,一名助理带来了陈道明,白衣少年,浓眉大眼,又有几分犹豫。 这不正是他们找了又找的方红健吗?导演是立马拍顶,让陈道明出演。 陈道明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,他细腻拿捏人物的点点变化,成功把书中的方红健演活了。 就连钱中书先生看后都表示十分的满意,陈道明因围城风靡大江南北, 瞬间成为万千少女最心动的男人。 名声大造后,陈道明的篇约越来越多,拿到手上的剧本也是数不胜数, 但他没有忘乎所以,因为物欲利益而打破自己的底线,什么都演。 他有自己的拍戏三原则,一是,剧本必须教导观众向善, 二是,历史剧必须正确的历史观,不能为了演戏效果而虚造。 三是,情节场面绝不粗枝滥造,不过也因为这样的高标准, 所以他的作品愈发的少,永远求精,不求多。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,也是大家作为熟悉的, 便是陈道明在康熙王朝中的饰演的康熙了。 其中一场戏,陈道明饰演的康熙在听完侍卫,念完腐败大臣的名单后, 露出了一个极其心酸的苦笑。 随后,怒斥群臣演技大爆发,成为了中戏四大演技教科书之一。 他把一代帝王的无奈和愤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印象中的陈道明永远是一副严肃,一板一眼的状态, 但实际上,陈道明出演的角色类型十分的丰富, 除了我们印象中那些严肃呆板的角色外, 他还和葛优搭档出演过《扣老心》, 在里面饰演八贤王,跟葛大爷一本正经的搞笑。 尤其是在《女巡案》里,你打死也想不到, 陈道明居然扮演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巡案, 彻底颠覆以往所有形象, 就单单看台词都会让人笑得肚腾。 啊?阿飞?你,你干嘛帮阿飞啊? 我不是办她,是帮她。 啊? 出色的演技,良好的口碑, 无数导演要求陈道明加息一场, 再次确保一下自己影片的收视率, 但面对导演临时起意, 陈道明一般都会先看看剧本后再决定。 有时他认为角色的戏份就该止于此时, 他便会十分果决地拒绝, 多一秒都不拍, 甚至很多时候为了不破坏原有的好剧本, 他还会主动提出删减戏份。 崇高的敬业态度, 陈道明让无数人甘拜下风, 就连冯小刚也说, 他是个清高的, 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。 除了表演演要求外, 在演戏上, 陈道明还有很多自己的研究, 在一年级大学级中, 陈道明就应邀担任过一期嘉宾导师, 教学员如何最真实去表演。 节目组中, 陈道明说, 好演员不是教出来的, 表演也不是教出来的, 是带出来的。 说完这句话, 他就走到了另一名导师刘云身边, 打了一个响指, 刘云一惊, 陈道明说, 产生真实的体验, 包括生理反应, 这就叫带。 三言两语一个动作, 陈道明便道进教演戏的真谛。 这并不是陈道明第一次教导学生, 曾经拍摄中国式离婚时, 娟子的饰演者左小青有一段哭戏, 可左小青越使劲越哭不出来, 陈道明见状便冲着他大吼, 你会不会演戏啊, 亏你还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丢不丢人。 伤自尊的话瞬间戳中了左小青的心, 眼泪立马掉了下来,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时, 没想到陈道明突然跟导演说, 快拍。 借着这个情绪赶紧拍。 可并不是所有都喜欢如此专业的态度, 很多时候陈道明坚持的原则, 都会被外界误以为耍大牌。 之前一则环珠格格尔康的扮演者周杰, 找陈道明封杀的新闻传得是纷纷扬扬, 外界都谣传周杰因批评陈道明演技有问题, 所以大腕一点的陈道明直接封杀了他所有戏。 在这件事情渐渐平息后, 双方也都发表了声明, 说此事只需乌有。 陈道明在后期的采访中也曾表示, 我哪能有那么厉害, 想封杀谁就封杀谁啊? 侧面回应了当年的风波。 冯唐曾在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里, 说到油腻之人, 往往举止粗俗, 还自我感觉良好, 被人厌恶, 却浑然不觉。 就像2018年被爆出冯小刚家庭聚会视频中, 酒意上头的冯小刚, 让方华女主角淼淼跳舞助兴, 一旁的陈道明看出淼淼的尴尬, 于是出来解围说, 苗苗穿着高跟鞋不方便, 要不算了。 可没想到, 此话一出, 周围的人居然更加上劲, 喜好让苗苗比划比划就行, 气得陈道明就蹚得一下站起来大吼。 在一群油腻的老男人里, 陈道明的霸气维护和善俭人意让人肃然起敬, 不由被圈粉。 对待一位演艺界的后辈都能如此细心周全, 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女儿, 陈道明更是百般呵护, 不容任何人欺负母女分好。 和妻子杜献的相识源自于亲戚的介绍, 那时杜献正在北京广博学院上学, 而陈道明在天津仁义工作, 两个人一见钟情, 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 可身为清华大学教授,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献的父亲, 听闻此事后是强烈的反对, 说什么也不要女儿嫁给一个戏子。 杜献父亲的压力让陈道明奋发奴隶, 未能和杜献看起来般配一点, 陈道明立志要上中系进修, 这一切杜献父亲也都看在了眼里, 所以有情人终成眷属, 应允了两人的交往。 1985年, 两人爱情结晶, 女儿陈格出生了。 为了培养女儿的独立能力, 陈道明一早把女儿送到了英国留学, 任女儿独自自主地发展, 绝不干扰女儿自己想走的道路。 陈道明温柔又霸道, 细腻又不居小杰, 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, 都能称得上是当代男性的楷模。 出道至今, 陈道明演绎经典作品无数,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, 第十届, 第十一届, 十二届, 全国政协委员,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,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 第八次全国代表,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委员。 无数光鲜亮丽的头衔之下, 陈道明却永远都是淡然自若的样子, 不予物喜, 不予己悲, 他给我们演艺盛宴, 更给了我们很多富有哲思的言语, 他是一则行走的座右铭, 在演戏上教导后背敬业, 在座人上惊醒大众, 保持清醒。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, 陈道明始终如一股清流, 从容不破, 却活得越来越高级。